他知道我打从 脚趾头的每一个细胞都反对 从北农开始 我其实对台湾的整个政治环境 我只有恶心两个字 真是恶心 开门见山直批政治恶心 韩国瑜太太李嘉芬 头一个反对韩国瑜参选 孩子去上学就想去看看环境 然后我们就把它关起来 哪里也不让它回去 回台湾甭想 就把它关了一个多月 本来想把它关到登记之后 是 后来女儿跟我说了一句 说妈算了 我看我们别坚持了 他都60了 你就让他人生就再任性一次 大女儿韩兵一句话 让李嘉芬点头 放手让韩国瑜再闯一次 但看着看着心疼了 有一次我说 你站上体重机我看一下 一磅不得了 只剩62公斤 那本来呢 他本来还有68 去看了以后呢 我发现不得了 那个行程是从早到晚 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我后来就告诉他们这些人 我就帮他们安排行程的人 我说你们可以这样折腾他吗 台湾人是非常内敛 任性又强 隐人到最后 当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有人忽然间一个不小心 他到底是不是那支火柴棒 还是那个银 他真的是那个火柴棒 一点就不得了了就爆炸 很怕被他被神格化 真的哦 是 我觉得我常会回去 所以我回到家里 我说 你是人哦 他怎么讲废话 我说你是人哦 我每天都要把他打回人间 韩国瑜超级强手 却没到台北替同党同志 盯手中站台 因为柯文哲 一直在做这个挣扎 那怎么办呢 一边是党内同志 一边又曾经 在过去共事的这段时间 他其实在左右摇摆 我说做人的原则不能背离 你如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墙头草 我觉得这个部分 都会让人对你打问号 只是韩国瑜也被抹黑抹黄 奥薄防不胜防 我们是跟人做接触 不要选到让大家 或是当民众觉得 选举就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选举不要选到没有人性 李嘉峰再三强调人性 呼应了韩国瑜 打一场干净的选战